桌上的獎狀跟獎盃閃閃發亮 讓人忍不住多看一眼 這些是2019第七屆 新雲教育獎的獎盃與獎狀 得獎者是新竹高商老師陳上斌 肯定陳上斌平時默默幫助 弱勢學生的教育精神 那上斌主任在教學上面 奉獻非常的多 這次也獲得新雲獎的一個殊榮 實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新雲教育獎 它比較特別 它標榜的是跟施多獎是不一樣 因為有一些獎項重視的是質量的部分 那新雲教育獎 它是新雲法師 佛光山新雲法師所創立的 所以它看重的是一些質的部分 那這一次我會獲獎 很多人都以為是看到說 帶學生競賽的部分 其實這次委員看到有一些 他有去探究到一些別人看不到的 例如說我有在校內 成立一些學生幅弱的獎助學心 那這一些錢有些是我在 新竹市的朋友所捐的 那大部分是我自己高中同學協助的 那我們一直在校內維持一個 20萬的水平幫助需要幫助的孩子 例如說有一些孩子是單親 然後他可能沒有錢吃午餐 那我們一了解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就會幫他成立 在學校家長會成立一個專戶 從他高一到高三的所有午餐費用 我們都會幫他準備好 陳上斌在學校成立弱勢學生的獎助金專戶 平時用心關心弱勢學生 他的教育精神足以為眾人的楷模 陳上斌謙虛的說 獲得這個獎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而是要感謝學校感謝學生們的包容 我一個人也做不了這麼多 因為第一要有學生的資源 你才會因為學生的成就 間接的也會彰顯到老師的不同 那第二我要在校內要推動很多 這一些類似的工作 其實是要很多同仁一起協助 那像我的課程都是大家都先給我選 讓我去發揮我的專長 所以我一直這一次在頒獎典禮上 我就說這個獎應該是屬於 新竹高商所有的師生所共享 陳上斌表示只要願意多提供一些心力 孩子們的反饋與回想絕對是超乎想像 新雲教育長除了是肯定 也期許自己要繼續努力 為國家培育出更多優秀的國家棟樑 凱破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